走 儿旧 妈 妈 我儿旧 我儿旧上电视了 是啊 还接受省领导的接见呢 那算省力啊 看看这个吧 妈 这上面说 玩儿旧带队的科研项目取得成功 填补什么空白 获得国家和省里的双重奖励 这得有多少钱呀 那该有不少钱 肯定少不了 你们两个呀 就想着钱 之前为了钱和人家闹 后来搞清楚了吧 根本就没有那笔钱 还和人家大吵大闹 得了吧 不想着钱想你呀 想你有什么用 该干嘛干嘛去 妈 看我儿旧现在准备了 是吗 你说我们 是吗 对啊 你要是觉得这个工作单位挺好的 你都毕业了两年了 到现在都没有正经工作 咱找他去 让他安排一呗 总会来了 许叔叔 来 来 热闹啊 开心啊 开心啊 许叔叔 爸 你景气还不错啊 那是因为我跟果果来了 爸 你进屋玩去吧 好 你们两个要坐一下 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爸 你们两个是我问的 还是自己交代啊 我们俩没什么可交代的呀 小妮 啊 你有没有可交代的 我 我 我没什么要交代的 你们两个呀 到现在还抵赖 爸 你先别发火 你就是要教训我们俩 你也得让我们知道是为什么 你们也这么没头没脑的 给一棒子 你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这么大的事 怎么就不能跟我 和小妮她爸爸妈妈说呢 我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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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在一起 还不承认 我在微博上都看见了 爸 你还玩微博呢 你给我吵的 我怎么就不能玩微博啊 我告诉你我现在有七万多粉丝呢 而且小妮她爸她妈也在玩 是他们让我问问你们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 爸 我跟你说实话 其实我们我们俩真没在一起 没在一起 那微博上怎么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了 你们俩那个亲密照片是怎么回事 爸 我告诉你许悦 你要是跟小妮玩屎乱中气对不起她 我揍死你 爸 我真的冤枉 我 小妮 你 你 你跟我爸介绍 爸 他 他跟你介绍 许叔叔 其实是这样的 我跟大虎哥呢 小妮啊 你可是我看着长大的 我拿你当亲生闺女一样 你们两个在一起 我们都不反对 可是你们千万不能像别的小青年一样啊 说好了就在一起 说不好了就分手 对待感情要严肃要负责任 对吧 许叔叔 您就放心吧 我跟大虎哥会严肃对待 好好相处下去的 是吧 你们两个相爱啊 我跟你爸爸妈妈都特别的高兴 你们两个从小一块长大 又知根知底 这多好的事啊 我呀 想吃做点好饭好菜 咱们庆祝一下 嗯 果果 来 给你爷爷做饭 你看我干嘛 你也听见了我没办法 我刚才刚要解释你 爸不让我说下去了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不就是你被人骚扰你拿我当挡天牌吗 那么简单的事你就说呀 你就解释呀 那你刚才怎么不解释啊 我爸那脾气我能解释吗 我要那么解释 我不就是找死吗 你是我爸从小看着长大的 你不了解我爸的脾气吗 谎是你撒的 但最后事一定是我的 最后倒霉的那个人也一定是我 那怎么办呀 等到气消了再找个机会结束 这样 过段时间 就说咱俩性格不合分手了 可是我们俩性格挺合的呀 我们江泽就走了 好 美美 大姐 你们也来了 大姨 你没事看了新闻了吧 你少说风凉话 我们可不像你 怎么叫不像我呢 要不是你蹿蹲 我们大家上次也不可能那样对二舅 结果呢都是瞎胡闹 我们这次来是找个机会 跟他赔礼道歉的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不是来赔礼道歉呢 就你 还不是看二舅又风光了 又想来占便宜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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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们俩怎么吵了 见面就掐是不是 走了走了 走走走走 看了一句太笑话了 看了谁来了 大哥 你也在这儿呢 我哥呢 在这儿呢 有哥 你有哥 你们怎么都凑在一起来了 我们怎么凑在一起呢 我们看了电视上 比那个科研项目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们祝贺来了 是的 这有什么好祝贺的 只要咱们大家常在一起聚一聚 我就特别的高兴 是最值得祝贺的 我给你买点小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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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放那儿吧 哥这儿吧 坐大 哥 怎么了小子 要钱来了 你能别这态度吗 那你要六百万的态度啊 哥 跟你说两句话呗 说啊 你买点小礼物 哥 对不起啊 上次我们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跟你道歉 哥 我是真心来跟你道歉的 这些年二舅跟你一直都帮助我们 可是我们还鬼迷心窍的 还误会你跟二舅 真的是对不起 算了算了都过去了 也没什么 我主要生那下子的亲 哥 那你真的可原谅我吗 没事 那你也原谅我妈呗 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原不原谅 走吃饭 好谢谢哥 来来来 都上桌上桌 饭了老伴 来来来 太好了 今天人这么齐啊 真叫人高兴 还有啊 你知道吗 许悦跟小妮正在谈恋爱 真的啊 这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哥 你跟敏恩在一起呢 我先挺动人啊 不看电视的 你不知道敏恩就是前段时间 特别火的莲花妹啊 我问你什么事啊 那恭喜你们俩啊 来 我敬你们一杯 爹 姑姑 我也敬你们一杯 我都不知道你们在一起了 好 好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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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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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放点吧啊 一会儿我摔 没事我来吧 哥 想跟你说点事行吗 那里边说嘛 那里边说嘛 坐吧 哎 又出什么事了 哥呀 没出什么事 就是我们有一件小事情 想跟您商量商量 哦 哥 我们这儿说事呢 啊 说你们的 我听听 没关系 你们说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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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李明 他从国外回来都两年多了 一直都没找到好工作 您能不能帮个忙 大姑 这小子是没找着好工作 还是没好好找工作 哎 你别插嘴啊 哎 你们继续说 看看我能不能帮上你们 哎呀 哥呀 就是李明学的那个专业啊 跟你们的单位挺对口的 哎 你看看有没有机会 让他上你们单位上个班 我们单位呢 目前确实在招人 我可以把李明的资料 拿给人事部门看一看 不过 我是不能干预人事部门 正常的招人程序的 我们是科研单位 能不能进 还要看李明自己的能力 不是二舅 你 有能力 怕什么呀 我 不怕呀 嗯 二哥 你听我说 你只要把李明的资料 送到人事部 剩下的事 就靠李明自己了 不给您添麻烦 妈 你刚才怎么拦着我呢 二舅部帮忙以我的学历 还进他们单位的 孩子你傻呀 你二舅虽说是不帮忙 可是现在的社会 人都是会看眼色的 你二舅现在的单位啊 备受重视 咱把那资料 放到那个人事部去 得面试吧 面试的时候 你就跟人透露 和你二舅的关系 你是他亲外生 人能不帮忙吗 这事能不成吗 把您说的真对 聚聚在里 掉鱼点了 咱得回家了啊 咱赶紧走吧 跟我聊李明的事啊 我跟你说啊 这小子你就不能帮他 他根本就是一不务正业 国外那几年 什么都没学会 进学会吃喝玩乐了 就那文凭还是花钱买的 你要把他 找你们单位就跟你说 你丢起这人 怎么能这么看你表弟呢 他就是年轻好玩 他会慢慢成熟起来的 方云今天跟你道歉了吧 你三姑啊 今天也跟我道歉了 这说明啊 他们的本性都是善良的 你还别拿小妹跟李明比 他们俩根本就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啊 你就是有偏见 再说了 我呀只是把材料啊 送到人事部去 这事行不行还不一定呢 不行 行了 不说了 带果果回去吧 明天他还要上学呢 这果果怎么又送你那儿了 最近 许鹏跟嫂子都 不挺忙的 你不是也忙吗 能带得了吗 还行 最近反正 也还算好不太忙 不行的话 就把果果送到我这儿来吧 不用 有小妮帮我呢 我们俩没问题的 也好 让你们两个人啊 实习一下怎么带孩子 将来结婚了就有经验了 结婚 这 这怎么那么远的事 什么远着呢 我跟你说 你可不能辜负了小妮 对了 你那个科研项目成功了 单位出来给你发点奖金 没升你个官什么的 你还知道关心我啊 爸爸一个月前 就已经是副院长了 行啊你 许副院长 这样这样这样 我地方资料 你把我弄你们单位去得了 来 臭小妮 别跟我拼 赶快带果果走吧 啊 我这做儿子 真是做得太不诚实了 我爸一个月前 生了副院长 我还不知道呢 我就一心忙着 我自己那件事 我现在还什么事都不能跟他说 没招了我还得骗他 你是说我们俩的事啊 不光是我们俩的事 能像我失业了 我就没法跟他说 我哥跟我嫂子要离婚 我也没法跟他说 这将来哪一天他要都知道了 我另发多少脾气呢 你这也是不希望他担心吗 我事业的事可以不算说 我过点时间 我再找一工作期了 可是你说我哥 跟我嫂子这事 他们俩的事不是没定吗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以后提醒我多回家 小李啊 徐院长 你们经理在吗 在的 徐院长 你有事打个电话 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还亲自跑过来 来来来来 不不 就在这说吧 我想了解一下 今年咱们院里的招聘情况 总体情况还不错 今天刚招聘的几名 殷届毕业生 还都是清华北大的硕士生的 那还有近人指标吗 有啊 是这样 我这儿有一份简历 你看看 如果条件可以的话 安排个面试看看 好 徐院长 这是 够 不管是谁啊 搜正常程序 给他个机会 好 兵为难啊 好好好 您走啊 走了 你忙啊 慢慢走啊 徐院长 嗯 小李 你这样 你把它整理出来 好的 迪克大学毕业 经理 经理 经理啊 怎么了 这学校我知道 这就是一个卖文凭的学校 去年我一个朋友 在这里也买了一个 这真的 当然真的 我本来爸也想买了个的 所以我很清楚 这徐院长怎么推荐一个假文凭呢 那这个可以丢掉 那不行 得留了 这假文凭还能进咱们单位 这可是徐院长推荐的人 这徐院长不是也假的吗 一切按程序办事 实在不行也不违连咱们 你懂得什么呀 领导师那么说 可是领导真正的意图是那样吗 我们呀 要懂得揣摩 揣摩什么呀 那徐院长在咱们院 那是有名的正直啊 说一说你还年轻啊 徐院长以前那是有职称 还没有的声务 他当然正直了 现在是副院长了 实权在手 那就很难说了 这样吧 这个先留着 我调查一下这个领导 到底是什么人的事 好的 徐院长 有多少私房钱呀 什么私房钱 那都是我自己的钱 我现在是你女朋友 瞒着我的钱就是私房钱 对了 你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没消了 简历是投了几十份 回应的有几个 面试的有一个都没了 都是那杨副总害的 我明天就找他算账去 你别了别别了 好容易有几天 嫌妻良母的形象 别一笑就打回去了 我在替你打抱不平 我知道我知道 那杨世仁啊 这么散无聊言 确实对我有影响 可是我们不能像他一样 不仁不义啊 你说我走了 我手里还几十套兄弟 毕竟也在他手底下工作 是不是 反正这个圈子里边吧 散这些东西散得特别快 难怪找工作怎么不好找呢 你别着急 我相信以你的能力 肯定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工作的 不着急行嘛 眼看这房贷马上就要交了 你这里边不是还有七万多块吗 那是之前的数 我好久没更新了 现在就剩两万多 一个月的房贷六千多 那也够撑一段时间的 还有汪汪呢 这小子也没找到工作 一毛钱积蓄都没有 下个季度的房租眼看着就要交了 你都已经自身难保了 你还想着别人 他也不算别人吧 这小子也是因为我丢的工作 是不是 没关系 你没钱 我养你 你养我 我养你怎么了 你别大男子主义好不好 我不是大男子主义 你什么时候变得不才迷了 我 我什么时候才迷了 不是 其实你 你那点薪水帮我也够呛 你说你得帮我还房贷 还得给自己缴房租 还有日常家庭的支出什么的 你这够了 要不这样吧 我这儿呢还有一点积蓄 明天我把我对面的房子退了 我搬到你这儿来住 这样就可以节约一笔开支 你住我这儿 反正现在果果不是睡你的房间吗 你睡书房 那我搬过来 我跟果果睡就行了 就这么决定了 现在我还是你女朋友 就在我们俩未婚先同居 我跟你一起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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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你别干啥事 今天把你请来呢 就想对你进行一下面试 没问题 您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随便问 从你的资料上看啊 你是迪克大学毕业的对吧 对 我在欧洲待了三年 那你是自费留学呢 还是有奖学金呢 自费 我家自己出了一些 我二舅对我也支持了一些 我二舅对我的学业 还是很关心的 你二舅 就是你们许院长 我亲二舅 我二舅对我的学业 非常非常地关心 我走之前 老大 怎么回事啊 就还在门口看半天啊 喝点啥 喝了 最后一天给你 老大呀 能做怎么样啊 找着呢 没事 不急 我去找你 干嘛 什么意思啊 你 你干嘛呀 你以前跟我借钱 也没那么扭捏过 你原来高薪厚值得有钱 现在咱俩一样都无怨游民 你还要房贷 也比我惨多了 拿错拿错 一边二十钱你 下来几个房子怎么办 我 我这儿还有两万块钱呢 哪儿还两万多块钱呢 婷婷不是骗了我两万块钱吗 她还给我呢 我在家里供着呢 一直没舍得用 你觉得有意义啊 你懂什么呀 这是我们缘分的开始 我跟你说啊 你的缘分归你的缘分 这是老大的意思 真不用你拿走吧 你还记得啊 有事儿已经告诉我了 我不行吧 我给皮厚了 你最近没继续追天天了 就是我现在这样 再等等吧 他答应我半年之内不找他吧 我还有时间 那你就不想快点追到时候 快什么快呀 现在年轻人什么都要快 在一起也要快分手也快 我告诉你 恋爱的最高境界 就是要慢下 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没有在一起的那段生活 老大不过我说你啊 你跟敏妍在一起就太快了 没意思 我没跟他在一起 没在一起 那不是因为他之前 参加那个相亲大会吗 那整出了一个莲花妹 那好 那接下来追他的人 能乌洋乌洋潮水般涌来 他受不了了 他又拿我住了个防水大坝 这么回事儿啊 那你俩水乳交融 我以为是真的呢 现在不用说了 我得去接哥哥了 吃吧 喂 好了 下次来带点吃的 还说呢 你别老吃那方便便什么的 知道吧 你弄点菜啊什么的 喝点粥 你减肥放进去 这你拿走 我排什么 你排吧 我现在没时间入 慢点啊 我怎么说的 幸亏没有轻易否决 要不然麻烦就大了 至于吗 怎么不至于啊 他可是许副院长亲外上 你可能不知道啊 这许副院长 虽然当副院长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可是他一直受到部里边的重视 据说啊 咱们单位马上要调整引导班子了 这许副院长 很有可能就是院长的候选 这许副院长 那我们就收了这个黎明 收了 收了安排在哪个部门呢 先征许一下他自己的意见吧 好的 爹 嗯 这个周末学校组织校外活动 你参加吗 参加呀 为什么不参加 可是要交两百块 那就交喽 可是你已经没工作 也没钱了 傻丫头 两百块爹还是有的 晚上实在没钱了 我就把你爸药去 你就得管他药 谁啊 好 海姐啊 小汪啊 我是来问问 你下一季房租什么时候给我呀 我是这样的 那个公司出了点问题 我没问题 那你给我个准日子好吗 下一星期 下一星期一定想 行 你一校服管都及时 我就容你一星期 下星期我再来 谢谢海姐啊 海姐慢走啊 我给你衣服多客厅了啊 一会儿你自己收啊 你又别把这盒子往箱里装 你说抱衣服会多麻烦 装箱子多好吗 方便嘛 你们家真是怎么了 被打劫了 搬家 搬家 搬哪儿去啊 对玩儿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不会已经 你先帮我收拾一下 我跟他有点事要说 你先帮我收拾一下 你憋死我了大姐 你当着我哥的面 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婷婷阿姨 阿姨哥哥 叫姐姐 叫什么 姐姐 她管我叫姑姑 我管你叫姐姐 那你管我叫什么呀 你想让我管你叫什么 叫姑姑 行 我不介意 你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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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姑姑 果姑 你去帮你爹收拾收拾 快去吧 坐吧 你别坐我衣服上 你怎么这么多衣服呀 这还多 你真和她在一起了 你真和她在一起了 没有 没有 那怎么都同居了 什么同居啊 我跟果果睡卧室 她睡书房 行啊你 这婚也没结孩子也没生 就提前体验一家三口的 快乐生活了 你怎么不反驳啊 我反驳什么呀 我说一句你有一千句等着我呢 你怎么不反驳啊 再说 我觉得一家三口的感觉挺好的 这跟我幻想中的生活很接近 你看啊 每天早上呢 我起来做早餐 然后帮果果收拾书包 我再送她去上学 下班呢我先去买菜 然后我们俩一起做饭 陪果果检查作业 再哄她睡觉 然后我们俩就坐在这儿 看看电视聊聊天 我觉得这感觉多好啊 那你就是承认喜欢她了 我一直都喜欢她 你之前不是说 还没弄清楚吗 其实我心里很清楚 你们俩这算不算正式在一块儿啊 没有 反正现在她在我身边 我们俩一起生活 相互支持 相互依靠 我觉得挺满足的 你就不怕 哪天又冒出个陆寒蓝 再把她给抢跑了 我不怕 我觉得现在谁都抢不走她 行了 你别送我了 跟我还那么客气 谁想送你了 家里牙膏没了 我去超市 你想你也没想你 你说你二十七岁正值青春年少 怎么现在家庭主妇气息这么浓郁啊 她失业了 就靠你养家啊 她又不是一直不工作 只是现在工作确实挺难找的 而且她又不是一个人找工作 她要跟汪汪共同进退 汪兆斌也失业了 你关心她 我干吗关心她呀 她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汪汪呢 住在和谐家园 A座二十六A 你要是关心她 你就去看了她 你要是不关心 我也管不着 lesbian 寻一种 这样不是 男人啊 有什么事 女人 每一回还都没关心 女儿 就不准确定 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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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管他干什么呀 他不知道我住这儿啊 你能帮我住这儿吧 你不忍着 你不能帮我了 他女人 他不是意义 谁啊 我 来了 我今天要帮我买点菜 我记得那冰箱里好像还有肉呢 我就没买 昨天那冰箱里好像还有肉呢 我觉得今天这菜特新鲜 对了冰箱里是不是还有一只鸡啊 冰箱里还有一只鸡啊 对对对 你看记得有吗 我今天给你做一个辣子鸡 尝尝我的手艺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以后你不用总来了 我一个人待在家里也闷得慌 我就陪你来做个伴 给你做做饭不是挺好的吗 就当我追求你了 行了 叫方 你别忙了 来来来 咱们好好聊聊 这什么事啊 还得坐下来这么认真的谈啊 当然是咱们两个的事情了 你打算接受我了 你别开玩笑 我们两个真得好好地谈谈了 好 谈谈 姚芳啊 咱们在一起工作 我是你的师父 你对我有好感我非常理解 我们俩之间只是好感啊 还有亲情啊 你别打岔 你听我跟你说 姚芳啊 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太大了 你看啊 你比我的那个儿子大不了几岁吧 可我比你的父母又小不了几岁 虽然你离过婚 可是以你的年龄相貌 工作条件 你什么条件好的找不到 哎呀 师父 我知道你会说年龄不是问题 可是年龄在我看来 我们之间这么大的差距 这就是问题 我现在五十多岁 身体还行 可是再过十年呢 我六十多了你才四十出头啊 过二十年呢 我七十多岁了 你才五十出头 等再过三十年 我可能都没有了呀 那我那时候也成老太婆了 你能不能严肃点啊 这个现实问题 你一定要认真地考虑 师父 关于我们俩的问题 我是很严肃很认真地考虑过 关于年龄呢 我们将来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可是这么多年 您在我心里不仅仅是师父 还是兄长 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想跟你在一起 你这个丫头啊 你说你让我 你 你让我跟你说什么呀 我怎么才能说得通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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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说了 行吗 这说话得费力气 得吃饱了饭才能说的 这样 我先做饭 等吃饱了以后 你再好好地跟我说 行吗 你喝点水啊 好了 我叫你啊 我妈说要来看我 什么时候 这周末吧 那你到时候通知我 我跟你一起去接阿姨 你去有什么用啊 什么意思啊 我妈是要来看我男朋友的 男朋友 你哪儿来的男朋友啊 所以我才发愁啊 我妈一直担心我找男朋友的事 所以我就骗她说我有男朋友了 她让我带回去给她看看 我就一直拖 现在好了 她等不及了 非要自己跑来看 那你上哪儿去给她找个男朋友出来呢 所以我就想跟你商量 借一下你的男朋友 借我 你该不会是说我哥吧 不行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我又不是抢你的 只是借几天而已 看把你急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现在他们全家人都以为 我们俩在谈恋爱 那这个事本来就是撒谎 万一再借给你 被果果发现了 再告诉他爸 那这事可就复杂了 没办法解释了 那你就见死不救呀 你需要我救吗 我觉得现在有个县城的人选 你该不会是说汪照斌吧 就是汪汪 我跟我妈说 我男朋友是个长得帅的 有文化 有内涵 有修养 又有钱的人 他哪点符合啊 我觉得除了没钱 汪汪都挺符合的 反倒我觉得我哥他不符合你的条件 得了吧 我看你就是舍不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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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热了 她会不会是 得ought 我現在可沒錢買 走吧 看又不要花錢 走吧 走吧 你好 歡迎光臨 樹苗嗎 是的 這個挺好看的 麻煩您到了便了解一下 你好 樹苗 這段 您這包四千我們收了 四千 是的 這包裝櫃都漲到一萬四千五了 這四千太少了 您看 您這個包是兩年前的舊款 而且這個便又有磨損 四千已經很高的了 老闆這點磨損 你不仔細看看 看不出來 你擦這就沒了 我幾個用錢 六千行嗎 六千 最好四千五 最好四千五 再高我給不了了 六千賣我吧 你看看嗎 我們這樣子 還有 你可不可以 借哥 你們好嗎